大家好 我是夏韵芬 欢迎收看下午四点 好 其实今天真的开心不踏起来 因为今天的我们刚刚 这个阿中部长的疾管署 那么公布最新的资料 那么今天其实是破万 所以这对我们疫情来讲的话 的确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那很多人还是要留意一下 自己身体的一个健康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渐渐的我们就要迈向一个高峰 那为什么很多人期待高峰呢 因为高峰下来之后就会下来 这跟投资的概念其实是很类似的 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要等疫情高峰 疫情不要有高峰 疫情就这样过去就好了 可是在医生的判断当中 当个高峰期一过 他就会下来 你看万物皆是这个道理 日升日落 那么在黎明之前 一定是永无止境的一个黑暗 好 那今天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 也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了 台积电面临500块钱的保卫战了 好 今天这个确诊的人 好 这个破万 然后呢 台积电要面临了 这个500块钱的保卫战了 这两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台湾有太多的投资人喜欢 投资台积电 第一个 他是护国神山 第二个 不管是小资女 或者是你现在刚出社会的新鲜人 你总是想要买一档的股票 这两股票不管你是零股 不管你是这个一张一张的买 一股一股的买 十股十股的买 你都是希望能够参与到 台湾最好股票的一个成长 好 现在问题来了 他从600块钱 我们来看了 不要说600好了 我们从他近期的高点算是589块 那么跌到526块 昨天的新闻都出来了 他的市值整个少了4兆 4兆之后 他也跌出了全球前十大 又变11名了 就跌出了这个全球的 这个市值前十大的一个公司了 好 那有很多投资人 就开始思考一件事情了 说台股在第一季当中 来去一场空 如果从1月5号高点下来的话 你看跌2000多点了 那这时候不是应该买吗 这时候不是应该买吗 所以很多人在讲 现在不管你在网路上面 你看到年轻人 你看到投资老手 都在进行一个多空的论战 这个多空的论战就是 当台积电到530块钱的时候 你该买还是该买 问题来了 之前600块 你还想买 你说你破了600你就要买 好 现在一直破一直破 那这个破到 今天还破到530块钱 你后来拉上来一点 那你买了吗 你可能还是不敢买的 那现在市场进入一个500块钱的 一个保卫战了 我们要跟大家来探讨几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就是在非财务概念之外的 我想很多人在过去看台积电 都有一些财务上的一个考量 比方说台积电 为什么最近一直被卖下来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所有的市场都知道 美国10年期的供债的殖利率呢 大概还有2.3 2.4 2.5 但你台积电的股息的报酬率才多少 如果他才配11块 如果他是600块钱的时候 他的股息的报酬率只有1.8% 如果他到500块钱呢 他有到2.2% 但听到了2.2% 还是比10年期的 美国的一个供债殖利率再少一点 所以于是很多的市场分析师都讲说 你都比10年期的供债殖利率还要差了 那我就不要买你了嘛 我就去买10年期的供债就好了嘛 好这当然是因素之一啊 过去我们节目有讨论过说 应不应该把这两个做了一个比较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看 但这件事情的确在市场当中有讨论 虽然我个人不是那么赞同 但他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大家一定知道 外资持有台积电成本大概多少呢 我告诉各位100块 100块左右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今天外资为什么一直看 昨天他卖了27800多张 他卖了这么多张 他总共这5天来他卖了多少 他卖了6万张 他怎么卖不停啊 我们不是拼命要减吗 他为什么一直要卖呢 卖的一个关键就在于 他的成本就100块嘛 那我怎么卖我怎么赚嘛 所以现在关键点来了 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看说 那台积电难料不好吗 他没有不好 他是一家好公司 但是他碰到外资一直在卖的时候 他就不会出现一个好的价位 所以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 你可以用很多筹码面 基本面消息面 财务面 你来看到个台积电 但你唯独疏忽了一点 你要从筹码面当中 你要看到外资拥有多少 如果外资一直在卖 台积电就会一直跌 这不是因为他的公司出了问题 在今天的电子时报 我手上是没有这个电子时报 电子时报当中的新闻 头条的新闻还讲 在第三季台积电 连电 其实在第三季还会涨价 台积电的今天 昨天明天 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可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纠结 礼拜一的时候 哇这样杀要不要买 礼拜二 哇这个到底还要不要减 然后第三 哇礼拜三了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每天都在纠结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为什么要买台积电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策略是什么 为什么你现在 这么的担心受胖 我先告诉各位 刚讲过了 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都会认为说 他的股息报酬率 不如美国的十年期的一个公债 第二个 外资真的持股的成本很低 第三个 很多ETF都有台积电 他们持有台积电 这个大概成本大概 四百八四百九到五百三 就刚好今天这个节股眼了 如果这个节股眼当中 台积电的股价再下跌 那么你所喜欢的ETF 它也可能会下跌 当你心慌慌意乱乱的时候 也许你就想要把 这个你的ETF卖掉 因为台湾投资人都是这样子 我今天如果很担心 我就把它卖掉了 我们总是在 不管是最高杀低 最低杀高 都随便 反正我一直有担心的 我就要把它卖掉 如果你要卖掉的时候 那我今天是 我要不要把 不管我是基金经理人 或者是我是一个 被动式基金的一个处理人 我要不要卖 要可能要 可能要 不然你们要印那么多现金怎么办 那卖谁最好卖 台积电最好卖 所以这个成本是在这里的 所以为什么整个市场都在看 台积电外资一直在卖 好那今天我刚讲了一个新闻 我们刚讲了 非这个财务新闻之外 你就要看 如果各大报 其实我今天没有工商时报 今天如果工商时报 跟工商时报都出现了 台积电500块钱的保卫站 我跟你讲 你今天可以不用看消息 因为今天就会涨了 只是他今天涨的 真的比较少一点 所以大家要从 非财务上的一个讯息 去找到一些蛛丝马鸡 而这蛛丝马鸡 就在于整个市场的一个认同 昨天记不记得 狂杀的时候 我们就说 哇那要面临融资追缴了 好在面临融资追缴的时候 你心里怕不怕 怕嘛 怕的时候情况是这样 赶快卖 可是我给你卖完以后 今天就涨了 每一次的一个股市当中 最通常的低点 就是在 这个融资追缴 万见其发 你知道看到这几个字 那永远都是一个 股市的相对 相对低点 所以你看 昨天就开始了 昨天我们在 跟大家分析台股的时候 就有提到 说 这个融资可能要追缴 大家可能要很小心了 就果然是低点 今天就出现了反弹 那另外 就是两个报纸 专业的报纸 不管是经济或者是工商 都提到了要出现500块钱的保卫战了 这就告诉各位了 像工商时报是讲说 台积电已经失守了 这个 这个14兆了 退出 这个前十大了 那也是面临到500 500块钱的一个保卫战 这也表示他开始 酝酿一些反弹的契机了 好 所以我们大家来看看台积电 有人就觉得说 我台积电真的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是因为什么 外资取有的比例太高 还有你永远参不透 一个 大家听起来就是一个 很好笑的一个笑话 就是行情 那总是在绝望中诞生 然后总是在这个半信半疑中成长 总是在一片憧憬当中成熟 辉煌 然后在希望当中破灭 就大家都开始 开始在想这一段 很好笑的话了 好 那你现在怎么看台积电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帮大家做一个整理 你有没有想过你当时买台积电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 我是要跟他长期持有吗 我是要存孩子的教育基金吗 我是要存我自己的退休金吗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理由有没有改变过 如果你的理由没有改变过 为什么你要因为昨天的台积电 跟今天的台积电 你又这么纠结呢 你又这么纠结呢 我觉得现在台湾投资人 会有一个状况 你到底是买一个公司的股价 因为它够低了 然后呢你去买它 还是你买一个信仰 大多数的人现在都是买一个信仰 所以买信仰就是 不管0050怎么样 0056怎么样 我就知道买这个信仰 因为我只要 或者我买台积电 我买的其实是信仰 你从来没有去思考过 这一家公司 在基本面 消息面 在非财务面当中 你要去做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观察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今天买进的策略是什么 你到底是分批买呢 你是逢低买吗 那逢低买的话 你是不是跌了50块 跌了这个100块 你就赶快再加码呢 还是你是一张一张的买 你是这个零股 然后十张十张的一个买 你的策略到底是什么 常常很多人在做投资的时候 都说要抄底 我们就没那本事抄底嘛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是基金经理人 你像巴菲特那么有钱 他为什么可以买到低价呢 因为他太有钱了 我分批买买买买买买 我总是可以买到低点 你就那么一点点钱 然后你怎么样去买到低点 你完全不知道策略 你完全没有知道方法 所以你只会每天在纠结 破600了要不要买 破550了要不要买 人家说要买 那我到底要不要买 你永远在很纠结 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如果外资还在卖 台积电还会在跌 你看今天的台币有多么多么的弱 弱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大家今天看一下 已经在 你看美元一直升高啊 美元已经 美元指数已经标破103了 台币早上贬到29.45 29.5了 已经贬成这样 那表示什么 外资一直在卖 一直在卖 一直在卖 如果外资没有停 台积电不会止跌 于是你就要想 绝对不是看一个整数的一个关卡 在这个时候投资 现在台股真的非常的诡决多变 你不要为了信仰去投资 你今天投资是为了什么 投资是为了赚钱嘛 那你的信仰 会让你赚钱 我不能够这样讲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宗教的信仰 我们一定要尊重 可是在投资上面的一个信仰 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是一个好公司 你就一定要去买它 可是你忽略了其他的因素 而这其他的因素就是外资一直在卖 所以关键点请大家先留意一下 外资如果没有停止卖 新台币没有回升 那台积电还会跌 所以你不用纠结说 它哪里不好 它没有不好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 现在到第三季 如果你不缺钱 今天电子时报有讲 第三季它价格还会再上涨 它整个制程也没有问题 那你就给它长报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短打的人呢 你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策略 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的策略 然后你就跟着别人在那边瞎起哄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疫情乱轰轰 看到整个投资市场也乱轰轰的一个关键 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也要提醒大家 最近有很多人都说台股这么波动 因为看到美股这样起起落落 我要去避险了 OK避险很好 避险很好 可是你知道怎么避险吗 很多人说那这样很简单 我就去买反向的0050 就好了嘛 就避险了嘛 对不对 好像问题出来了 如果你的0050跌了1% 可是你的反向0050 为什么不是涨1%呢 因为这边跌嘛 因为是买反向 那这边是不是要涨1% 你这样是避险 就没有啊 因为你根本搞不清楚 0050它其实就是买个股 它就是买个股 有这些个股的权重去组成这个0050 可是0050反1是什么呢 它买的是期货 那大家如果知道买期货的话 第一个它是每天结算的 第二个期货是有成本的 期货就适合做转线的 期货每个月到期还会换仓 换仓之后就会有成本 所以你认为它涨 对不对 这个0050它如果跌1%了 你的0050反1 绝对不会只涨1% 它绝对没有涨1% 因为你要把成本扣掉 我们刚刚讲过了 它的成本就跟人家不一样 因为它有经理费 它有保管费 经理费就1%了 因为我刚讲它是期货 它是期货 你不要搞错了 它是做一个期货的 但你0050的经理费 或者是保管费很低 大概就0.3% 管理费也是0.03%左右而已 所以你想想看 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在投资的时候 都已经慌了这个震脚了 我希望大家在面对台积电的时候 或者在面对这个要不要避险的时候 请思考一件事情 你当时买进台积电的理由是什么 现在这个理由改变了吗 你是做长线的 还是你做短线的 今天如果你做长线的 你应该不用害怕了 因为我就要跟他拼的 那如果你今天做短线的 甚至你有资金压力的 那拜托你去看一下技术面 好不好 那个五日十日的 看短一点的 因为你就是做短线的 你就不要去跟人家这个起后 然后呢 绝对不要用价格的门杆去设定 破600就是一个好机会 破550就是一个好机会 我说那样的方式 很像信仰式投资 那绝对不是一个好方式 所以你买进的策略是什么 你是分批买 你是逢低买吗 那还有你要想到 我今天买一档股票 我什么时候要买 赚多少的时候我要买 你不会有个股票跟你天长地久的 就像如果很多人他去买房子 我都跟他讲说 好你看好location什么都好 价格都谈好了 你要卖的时候好不好卖出去 你要脱手的时候好不好脱 这请你一起考虑进去 所以最近我觉得 股市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氛围 的确是很混乱 我也碰过很多的老手 我也跟他们请教目前的一个看法 他们都跟我说保守在保守 主要的原因真的是看不懂 所以在这边这一集节目当中 即便是今天的疫情 非常的波澜汹涌 这个突破万人了 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安下心来 然后把自己的防疫做好 那么在投资的时候 更要了解一下自己的一个步骤 那如果说今天 不是这么急的去做短线的时候 那你是要等到外资已经不再卖了 台币慢慢的升值的时候 你再来对好的股票 做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布局 这样对你其实是比较有利的 好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在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